老板女儿回来卖馋报复我了 拉凯怎么办 我真的太惨了 我跟这皮图去刷一波新能拉凯 干嘛呀你不 丽子 你给我过来 这个拉凯之前不是因为欺负你 被老板赶回家了吗 结果到家了之后寻死蜜活的要撞起来 非要当博主 还指明要让你带叫 老板新能女儿就让他回来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老板不在 你一会忍着点 别跟他起冲突 不是 这样忍着 你起我头疼 这样敲散 敲散一点养着我也偷疼 像这样每个照片 敲散一点 朝着我也偷疼 你这么偷疼 你怎么不干算回家歇着 粉丝宝们你看到了吧 我因为丽子姐头都受伤了 我就提起来小妖巧而已 她就撂条子 你们该去玩这种不敬业的博主 我让你走了吗 妈 你干嘛呀 丽子姐 陈妮事实说都是这样搞血脱的呀 干什么 嗯嗯 丽子姐你不僵吗 难道我自己选反过给你也不成吗 拉凯粉丝宝们 你快点评论去告诉我吧 丽子姐不僵我还打我 你别一言了 我的账号里根本没有你的粉丝 更没有你这种自欺欺人的人 拿的吧你啊 粉丝宝们 丽子姐作为老师 总是打学着学习记忆 现在实在太过分 我要提防让她挺好 好哥 丽子姐是不是带到老师 可爱学生我都拍下来了 不行你看 你赶紧根据公司规理 一份挺好视频给她 呃这个 这个其实挺好的话 我们美妆组啊 一向是喜欢问粉丝意见 不行 丽子姐傻子粉丝这么多 她们怎么可能相信 我要写 你干嘛 她就问你自己 宝斯们 敞开卖我姐的机会来了 你们就进行把我姐 跟她做坏事在平衡区抖出来 我就不信我妈发了种 还没人你 你